疫情警戒降至二级 九月中高中以下学校即将开学 师生将回到学校 但由于疫苗不足 先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七月中 曾公开打包票 让教育人员打疫苗的承诺 让老师跟立委相当忧心 台北市地方造车数是54,795人 但是实际上呢 中央配发的数量却是35,815剂 在这情况之下呢 其实这个差距一万八千九 这是谁来补足 所以地方政府以台北市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要想办法挖东墙来补西墙 很多的老师在我们偏向地方还没有达到 包括已经造册的人 或者是造册的像刚刚已经有说过的 比如说才艺老师 科学辅导老师 除了担心群聚风险 明代也跟政府请命 先前教育部要求为施打疫苗 或接种未满14天的教职员 第一次到校必须要快筛 或提出PCR阴性证明 但费用得要老师们自付 看来并不合理 明代指出 教育工作者为施打疫苗的原因 根本在于疫苗不足 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尽快补足缺口 同时教育部也应该给老师相关补助 维护学生的受教权益 也兼顾安全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导